然后下面我就检查了一下一个注册时间 因为这个竞赛给数据集 它都是2016年的4月15号之前的 所以说咱们就想 你说他给的数据集是4月15号之前的 那所有的行为肯定都是4月15号之前的 那能不能有行为是4月15号之后的 或者说有用户是4月15号之后的 那这些4月15号之后的用户 还给我 就是4月15号之后才注册的用户 产生的行为必将是以后的行为 那是不是就是对我来说是个错误数据啊 所以说我先检查一下 是否存在着这么之间的一个用户 来看一下吧 数据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找到当前这个例 判断一下它的一个注册时间 是否是大于这个时间 大于这个时间给它拿出来吧 哎呀一看 哎呀还真有挺多个数据啊 但是也不太多啊 大概这么个数据 年龄段吧 看吧 就是随便找年龄段看 基本上 可能到26到35 就是像我这个阶段的人啊 可能是偏多一些的 然后看了一下呀 有一些4月15号之后的 但是呢 这些注册时间啊 因为它当时拿的数据啊 都是4月15号之前的 那你看这些数据哪来的 可能就是一些错误产生的嘛 因为它是4月15号统计的数据啊 不可能有4月15号之后注册的人吧 所以说啊 服务期后代当中啊 错误数据也是会产生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都会产生一些 那咱们来看一下吧 对于这些个数据来说啊 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个行为嘛 它又没有行为 那你说你有这些人 有这些人吧 我就不管了 但是你一旦你有行为 那就要过分了吧 那我就要给你删掉了 所以说呢 看了一下 哎呀 把我的行为数据机打开 4月份的拿来 4份拿来之后啊 看一下 大于4月16号的有没有啊 没有吧 所以说啊 就找了一下 哎呀 现在挺好 哎呀 这些人虽然说是有一些错误 但是啊 不影响我的计算 所以说呢 这人啊 不用管就行了 他没有产生一个行为啊 咱们要压根 不用去管 这些人啊 咱们就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呢 把我的数据啊 则先做一个转换 在我行为数据当中啊 是不是有一个U3ID啊 这里其实 你可以做一个INT类型转换 然后你不想做啊 不想做暂时也没问题啊 等你用一个flow类型 其实也可以的 当中咱们对比上 对比说啊 就是类型一致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咱们也可以去做一个 INT类型转换 看着更舒服一些 然后这块有一个apply函数 apply函数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数据来说 比如说 你现在一个DateFrame来了 然后你想操纵啊 DateFrame当中的 每一行数据 比如说 你把每一行数据的 某一个值变成一个数 把这个值做一个改变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 反正就是暗行 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去做 那你说你怎么去办 你喜欢复旧环吗 这个显着太low了吧 一般我们怎么办 一般我们调这个oply函数啊 oply函数里啊 其实上就是 你可以按照一个 就是一条一条样本去做 你可以按照一列列去做 默认啊 它就是按照一个样本去做 那你看它写什么意思啊 它一个匿名函数啊 匿名函数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是 要做一件事 太简单了 我不需要额外的定一个函数了 那其实你看 这里什么意思啊 对于我DateFrame 当前UserID这个列 我把它里边的数据拿出来 暂且给它叫做一个X 把这个X转换成一个IntX 相当于啊 做了一个类型转换吧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叫什么 叫做一个 匿名就是oply函数啊 相当于是对于每一行样本 一行样本去做的 之后呢 我们还会经常啊 会用到这个oply函数 因为就是你在处理数据当中啊 我们经常对于 样本啊 一条样本当中 可能这块负个值 那块干了件什么事 都需要用到这个oply函数啊 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结果的 然后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特征啊 该怎么这样进一个映射了 这也是预处理的时候要去做的 刚才咱们怎么说的 我们的一个年龄啊 它是一个连续值吧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值来说啊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做一个映射啊 映射成一个区间一个区间的 这里呢 分成了这样几个区间 其实啊 在数据当中啊 已经给咱们分好了 我们要做的啊 就是映射成一个值啊 这就完事了 你看这块怎么做的啊 这块还是写了一个oply函数嘛 在oply函数当中啊 我们也可以直接啊 去做这样一件事 其实说白了 一行样本 先看A值 A值是什么 判断判断 换成一个数 这就完事了 然后下面呢 对于有不同的一个年龄段啊 又进行了一个统计嘛 统计当中啊 你看这个1当中 它是有多少个 2当中 可能3里边最多的 3里边是多大 我看一下 3里边是 1里边是15岁以下 2里边16 你看3里边26 三数 咱 我这个年龄段 也是啊 估计是在座啊 各位年龄段当中 可能26到35更多一些 这个就暂时啊 先看了一下啊 没什么太大意义 就是统计了一下啊 先理解一下啊 哪些人它是比较多的 有这样一个指标 然后啊 接下来我干什么啊 接下来是不是说 哎 我现在的数据 看起来没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了 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数据 然后呢 我现在想去清洗一下 清洗什么啊 清洗一下我的一个user 和我的item吧 我有这样两个数据啊 一个是针对于 用户的一个特性的数据 还有呢 针对于商品特性的一个数据吧 对于这两个特性的一个数据来说啊 咱们来 呃 分别看一下吧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要去构建什么东西吧 第一个 第一个先 哎呀 这怎么都是一个item table啊 第一个应该是一个user table OK 改过来 一个user table usr 对于这个user table来说啊 咱们来想啊 它是需要什么东西啊 首先啊 id是有的是吧 年龄 性别 一些基本东西都有的 用户的级别也有 然后呢 咱们刚才啊 这里边是不是 咱们来看上面啊 上面这块有个type 那个type里边啊 是不是有一些指标啊 它浏览了什么 加入购物车什么 下单了什么 关注什么 点击了什么 是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 我们能不能拿出来啊 这些啊 我们都可以给它分别拿出来吧 而且呢 这些东西啊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现在哪去了 所以说现在啊 给它拿出来 我要看一下 用户的table当中啊 它的一个浏览数 它的一个架构数啊 比如说这个可以算一个总数啊 还可以算一个转换率之类的 删购数啊 购买数啊 点击数啊 然后不光啊 有这样一些数 然后你看 这有购买数吧 一旦啊 咱们有一个购买数 我就可以去看 它购买的一个转换率吧 在购买的转换率当中啊 就可以看 点击对应的转换率 然后还有什么 收藏对应的一个 就是转换率 还有加购物车 对应的一个转换率 转换率啊 也可以求出来吧 因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啊 是要跟是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引入了几个东西啊 就是它的一个type里边啊 我们把它这些属性都拿过来了 并且呢 基于它一属性啊 又算了它的一个转换率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会儿啊 要构造一个use table 相当于是用户啊 它的一些基本特征 都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下面还有item table 这个item table里啊 其实上是差不多的 咱们刚才看 是有商品ID啊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 几个属性 你看这有三个属性啊 还有它的一个大类别 它的品牌 它的点击数 加购物车数 删购物车数 这些都有吧 相当于啊 是把上面的啊 用户有的商品来说 也是有的吧 这些都是通用的 然后商品还多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对于每个商品 对于某一个商品来说 它的一个评论数是多少啊 是否有差评啊 差评的一个百分比啊 是多少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商品的一个表 那一会儿呢 我们就要搁上表 两个表 一个user table 一个item table 这样两个东西 然后啊 咱们按照我的一个流程 先去构建这个user table吧 第一步要干什么啊 第一步啊 要先去 嗯 这也不一定啊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你的一个这样一个路径啊 写进来 你也可以给它指令上个名字啊 指令上名字 看起来是更清晰一些啊 反正都行啊 这个无所谓的 一会儿咱们用panas单排 还有一个统计技术啊 这基本上就一个足够了 然后首先啊 咱们现在要干什么 刚才在我列那几两个table的时候啊 大家也发现了 是不是有个属性叫做一个type啊 里边有不同的点击数啊 购买数啊 之类的这些数量吧 那我们对于这些数量来说啊 这样啊 我们就可以分别统计 它的一些浏览啊 架构啊 删除啊 还有一些点击啊 这些指标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我们先写了这样一个功能函数 这个功能函数啊 就是说对于我们每个用户来说啊 都要分别的进行一个统计了 最终呢 再把这个结果给它返回去啊 相当于就是啊 加了这么几个指标 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一块给大家来说一点 相当于是panas的一个 小技巧吧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用户行为数据啊 可能比较大 就是不知道大家这个笔记本啊 能不能带起来 我这边其实 我的笔记本性能还蛮高的 就是我不加这个东西啊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 我觉得大家的笔记本 可能来说差异有些 可能比较老的 对于游戏是那些比较老的 性能稍微低的 我们可以这么去做啊 当我们要去读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直接啊 给它读进来 我们怎么读啊 我们是一小块 一小块去读 相当于是 第一次读一小块 第二次读第二小块 第三次读第三小块 可能整个读来说啊 会造成这样一个东西 memory error 可能有这样一个报错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分开啊 分开读 分开读啊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去怎么去写 首先呢 你指定这样一个reader 这个reader 还是我们这个去读这个数据 只不过说啊 咱们在这个reader里边啊 先指定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啊 一会儿是我要不断往里去加的 我们来看 在循环当中啊 这就是不断去读啊 在循环当中 我们来看它什么意思 循环当中 你要去读 怎么读啊 用的reader去get一下 当前的这么一个小片段 小片段里边 你指定咱们当前的一个片段的一个大小 是有多大的 你的内存啊 到大一些 你可以稍微只用大一些啊 小一点 可以稍微只用小一点 避免啊 咱们出现这个读大数据 出现一个内存的一个错误 然后呢 你要保留什么字段 你就把这个字段啊 写成一个list of list格式 给它传进去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这是读完了第一小段吧 加到我的这个极客当中 再读第二小段 再读第三小段 再读第四小段 就完事了 知道啊 最终啊 咱们就是一旦啊 它就是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啊 这是我也是看 网上一些大神啊 都是这么去写的 一旦啊 它也报错了 报错了 什么意思啊 有一些就是到一些stop的地方了 就是你看 如果说出现一个异常到stop iteration 相当于是停止迭代 想些什么啊 读完了 读完了 把这个loop准备是false 这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打印 这个东西已经完事了 完事完之后 我要干什么啊 接下来 我就是把我这个极客当中啊 这个东西 再给它contact在一起 相当于是 再进行一个拼接 这就完事了 拼接啊 就是相当于是 刚才咱们不一小块一小块去读吗 一小块一块读完 它不是整体吗 它都是一个片段啊 所以说 我需要给它做一个拼接 再拼接待一起 这就完事了 那接下来怎么去做呢 接下来啊 拼接完一起之后 我要统计什么东西啊 我要统计的是 对于每一个用户来说啊 它的一些信息了吧 所以说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啊 在行为当中啊 我要去分组了 我要go for buy go for buy什么意思啊 go for buy的意思啊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行为当中啊 你说一个用户啊 他可能会有多条纪录吧 那我把这些多少都给它算在一起 是吧 按照ID去给它进行一个go for buy 它就这个意思 如果说啊 大家对这个go for buy这个东西啊 不太理解啊 咱们一定去稍微查一查这个东西啊 可能我这个解释啊 就是大家如果说 不自己实际动手去看啊 光听啊 你之前没做这个go for buy 可能对这个东西不了解 但是我觉得如果啊 就是大家以前是做数据的啊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别的东西你说你用的少 这个东西啊 保准是天天用的一件事 我们把咱们的一个数据行为当中啊 按照我的ID进行一个分组 分组完了之后啊 我们就得到啊 当前这个结果分组完之后啊 然后我去把这个重复啊 把这个重复的再进行一个丢弃 就完事了 相当于是再进行一个过滤啊 确保是没有重复的 然后呢 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做法 相当于是读数据的时候啊 一个小策略啊 到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 先试一下直接读啊 能不能读进来 直接读如果说报错了 你按照这种方法去读啊 这也是可以的 两种方法都可以去选啊 这种方法是建的比较多了 很多东西啊 都是这么去做的 然后呢 现在咱们怎么去做的 这里啊 咱们来想 哎呀 现在我是不是有多少个action啊 有三个吧 因为在我数据当中啊 你看这块有一个2 这有个3 这有个4啊 有三个action啊 那是不是说 我要把他们的行为 都给他算上啊 把这些行为都算上 怎么办啊 相当于你做三次啊 因为在这里就是 你看这个数据集当中啊 给你三个csv嘛 你需要把这三个csv的东西啊 都统计一下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就需要读三遍啊 咱们的一个 咱们这个读的时候啊 稍微费劲一些 因为这个数据量比较大啊 所以说也没办法啊 我们需要做的就稍微麻烦一些 你看这块 上面这个get from action嘛 然后这个get from action 然后给它都放进来 都放进来之后啊 在最终进行一个拼接 然后就完事了 个人费一个ID 然后最终啊 去求一下我们各个统计量 求和 相当于是这个用户 点了多少次 这个用户点了多少次 其实上可能有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 嗯 这趋势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反正可能可以当做一个特征啊 用户可能加的勾车越多 那他买的一个几率越大吗 不好说 用户点的越多 几率越大吗 不好说 一会儿啊 到时候咱们让get from action 模型来去评判一下 我们呢就不管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用户的 行为特征嘛 行为特征 我拿过来用啊 这就完事了 到底有没有用 get from action 算法自己去评估吧 下面呢 还干一件什么事啊 还构造了一个转化率吧 在我的一个转化率当中啊 是不是说 嗯 咱们有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by number 就是那个type值 等于几 我记得等于4的吧 咱们type值里啊 不有好几个是一个下单吗 有一个像 在下单那里边啊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嗯 我可以通过他下面下单 来去构造 他的一个 呃 转化率吧 其实就是 买了 哎呀 他是点了多少次啊 就是不是点了 他是加了多少购物车啊 他才买了这么一件啊 点了多少次 他才买了一个啊 他这个就是喜欢了 就是标记为喜欢多少个啊 或者是收藏了多少个 他才买一个啊 咱们有一些转化率吧 这些转化率啊 还是比较关键的啊 就是可以 就是这个转化率啊 就是实际用户 对最终结果的一个行为的影响因素嘛 所以说 在这里啊 又构造了一个啊 转化率的一个子段 确保转化率没问题 大于1的转化率啊 就是确保没问题啊 数据当中 可能会有些问题的 为了确保一下 大于1的都转成1啊 确保咱们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步啊 咱们现在干一下什么事 是不是基本干完了 把我刚才那个 usertable当中那些东西啊 都拿到手了吧 都拿到手了 这不就是快完事了吗 那接下来啊 就是我看我再拿少 还差一个ID 还差一个age 还差一个性别 还差一个级别 哎 这些都是数据本身带的吧 再把这些东西拿到手 usertable是不是就完事了 所以说啊 这块啊 执行一下 咱们刚才写的这两个函数 执行完之后呢 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大表啊 就是这个大表啊 我们需要给它 就是连在一块 然后到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merge函数啊 在这里只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东西啊 就是跟那个circle啊 它的一个left转啊 是差不多的 到时候用的时候 大家如果说 对于某些地方 可能我解释的有些 我们主要是想流程 解释不是那么细的话 到时候大家 多参考一下API API文章当中 它都会给你想一句说啊 每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的 然后撞完之后啊 现在咱们有个整体大表了吧 看一下吧 但是我一般情况下 就是先给它保存成一个CSV啊 为什么要先保存成一个CSV啊 你在这个kernel啊 或者说你这个notebook啊 你不一定哪块 就是你按吧按吧 就按吧错了 或者说不一定啥实话 你读的时候 读哪个数据 它就报错了 或者说读哪块就是死机啊 这都是常见的一些事啊 为了保证啊 就是你前面那些东西 即便都丢了啊 都是不用再运行了 也能得到中间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咱们先把这个中间结果 给它存下来啊 这是我优色Table 现在存下来 避免啊 你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呢 到时候大家 如果说运行的时候啊 出现了各种各样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 前面白运行了 你再从我倒运行一遍 不说麻麻烦 这个时间消耗数也很大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中间 很多结果都也存下来 然后呢 打开来看一下吧 哎呀 到现在为止啊 做了好多东西啊 终于把我这个 优色Table给做出来了 Raid CSV啊 把我刚才存哪了 上哪读去 读进来看一下吧 对于ID来说啊 咱们来看 它都有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优色Table 这个表做了自老大 优色Table当中 有年龄 有性别 用户等级 他总共点击了多少东西 他总共添加了多少啊 删除了多少 一共买了多少 然后他就是收藏了多少 然后呢 他的一个点击量 分别是多少 然后下面就是他的一些啊 各自对应的一个转换率 分别是多少 那其实呢 你看他的一个转换率来说 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吗 大家观察到 他的这个特点什么吗 其实啊 我们也观察出来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那这个啊 就是他的一个指标啊 分别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呢 下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对一个人来说啊 他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 我们又得到了当前啊 他的一个值啊 又等于一个数 那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了 然后结果当中 就是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个特征 然后这个啊 是我们的一个UserTable 我们的一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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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